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氧化碳中毒和一氧化碳暴警器 前几天我在吃喝玩乐爱德蒙顿上看到一则新闻 说温依博某住户内四人险些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导致死亡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在萨团遇到的一个客户的出租房 当时幸亏租客联系房东请人去维修卫生间的排气扇 我们的师傅过去之后稍微多做了一点检查 那么就发现有一氧化碳泄露的情况 而此前租客称已经有头晕恶心的症状 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氧化碳中毒 事后想想很是可怕 如果真的没有及时发现导致了死亡 那么对于房东和租客来说都是一个惨痛的经历 那事实上呢 在现代的房子里 烟雾暴警器和一氧化碳暴警器 它们就像孪生兄弟 最终的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而设置 但又有所不同 那前者 烟雾暴警器主要是防火防烟 而一氧化碳暴警器呢 主要是用来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对于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朋友 我想可能大多数都知道烟雾暴警器 因为那是每个房子强制要求安装的 通常来讲在买房和租房的时候 经济和房东都会特别的交代 但是呢 我却发现很多人并不了解一氧化碳暴警器 所以呢 今天的主题 我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一氧化碳中毒和一氧化碳暴警器 那么什么是一氧化碳 众所周知啊 一氧化碳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它是一种无锈 无味 无色 甚至无刺激 但是却非常有毒的气体 素有无声杀手之称 那任何的含碳物质 例如天然气 液化器 木头 汽油等等 在燃烧不完全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所以正常情况下 我们使用的天然气设备的安装 在扣的规定当中 都要求有排烟管道排到室外 这样即便有一氧化碳产生 也会被排到室外 不会影响人的生命安全 例如咱们家里面的暖气炉 热水器 还有烧天然气的壁炉等等 那么一氧化碳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大家都知道呀 任何依赖于燃烧能量 或热量的装置 都可能会产生不完全的燃烧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咱们华人朋友呢 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天然气灶 那么在北美地区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请大家啊 在这里认真的记好 首先 咱们家里面的暖气炉 当暖气炉老化 热交换器出现裂痕的时候 容易导致燃烧不充分 二 室内的负压 也会导致普通热水器燃烧不充分 进而产生阴氧化碳 第三 比如烟囱或通风口的脏污 或者是堵塞 第四 燃气灶或者是烧烤炉 第五 汽车在车库里面 怠速运行等等 都很有可能产生不安全级别的 一氧化碳 那么一氧化碳是无形的杀手 到底如何来识别 我们是否有一氧化碳的中毒迹象呢 当人啊 吸入少量的一氧化碳气体的时候 就会产生轻微的头疼 四肢无力 呼吸短促等现象 当吸入大量一氧化碳气体时呢 就会严重头疼 呼吸困难 头晕 眼花 心脏和大脑损伤 直至死亡 在视频开始的新闻中 那家人啊 妈妈在接受CBC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 起床之后发现自己精神萎靡 脑袋沉沉 眼睛看东西都有些发晕 而他的女儿当时已经晕倒在卧室 后来呢 一位医护人员告诉他们 如果在屋里面再多待30分钟 他们可能就没命了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 说有一种冬天叫做加拿大的冬天 时间呢 可以长达半年之久 室外呢 零下二三四十度呢 并不稀罕 所以啊 大家就会担心暖气的流失 会选择紧闭门窗 室内外的空气流通就会比较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取暖设施 比如壁炉 暖气炉等等 产生一氧化碳的气体 尤其是在人们睡觉的时候 会不知不觉的吸入 想自救都很困难 因此在加拿大的冬天呢 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时期 危险性极高 那么根据加拿大数据统计局的显示啊 说从2000年到2013年 有1125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在美国仅2001年到2003年 就有480人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 而大部分发生在家里 还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加拿大呀 超过一半的住宅 是没有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的 所以啊 我真心的希望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请把它广而告知 引起普遍的重视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 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呢 有的时候就像是得了流感 很容易被忽视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如果发现一氧化碳气体 应该马上打开门窗 打电话给消防部门 如有人怀疑一氧化碳中毒 要及时就医 那么有的朋友啊 可能就会问了 我们要如何的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呢 对的 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要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大家首先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聘请专业的人士 定期检查和维修 家里面的有关设施 比如说壁炉 烟囱 暖气炉 热水器等等 那么该修该换 都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以免后患 其次呢 应该认真的阅读和使用 能够产生一氧化碳的设施 不要让汽车在车库里面 没有熄火而空转 要经常的检查清理房子的通风口 还有就是一定要合理的安装 阴氧化碳报警器 到2020年啊 在阿尔伯塔省 安大略省 曼尼托巴 魁北克省 萨斯卡车温省和育空地区 已经立法规定 家里面都要安装阴氧化碳检测器 并且呢要定期检查他们的运作功能 那么生活在非强制地区的朋友 我也强烈的建议大家 看完视频 马上装起来 疫情期间 我们活着就是成功 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些明显 可以预见的危险 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那么营养化碳报警器 安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好呢 当然权威的指导啊 我们还是要遵照 制造商的说明书 还有就是咨询当地消防等有关部门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几个简单易懂 容易操作的小提示 一 把报警器要安装在 可以轻松读到数字的位置 因为每个报警器上面 都会有一个数字显示器 同时呢 因为它比空气轻 在温暖上升的空气当中 更容易被发现 所以呢 还是建议大家把这报警器啊 安装在距离地面五英尺左右的墙壁上 二 房子的每一层都应该安装一个报警器 那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的话呢 那我们就建议要把营养化碳报警器安装在距离卧室比较近的位置 这样即便是在夜间睡觉的期间 也可以被刺耳的警报声惊醒 三 不要将报警器安装在壁炉或天然气设备的旁边或者是上面 四 要让孩子和宠物远离报警器 那么至于报警器的维护和检查 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 最后一个问题 有的朋友啊 可能认为我安装完了硬养报警器 我就高枕无忧了 事实并非如此 报警器的维护和检查同样不可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 新闻里的那个家庭 家里面其实是安装了报警器的 而且呢 之前妈妈就发现 无论更换多少次的电池 总是会显示电量不足 所以啊 她就认为很可能是报警器显示方面的故障 觉得我既然已经更换了新的电池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呢 因为这一次的疏忽 差点葬送了她和孩子们的性命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 这位妈妈不仅更换了新的报警器 而且啊 还更换了原来那台 使用年限已久的暖气炉 所以在这里 请大家同样的记住 下面几个 一氧化碳报警器维护的要求 一 每个月要利用测试按钮 来测试报警器是否运作正常 二 及时清理报警器上面的灰尘和其他的脏物 三 至少每年更换一次电池 四 根据制造商的要求和说明 定期的更换新的报警器 尤其是这一点 咱们中华民族的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千万不要发挥在这里 年龄到了 即便是他还能用 我也建议大家毫不留情的把旧的换成新的 好了 今天啊 又是内容满满的一天 但是我想说今天的内容比以往的任何一期甚至比以后的任何一期都重要 其他的各期呢主要是教大家如何的省钱 那么今天呢是在教大家如何的保命 如果大家觉得能够从我的视频当中受益有启发 就请帮我点赞订阅吧 还有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惊喜了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我是Summer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